请双前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预备 三 二 一 开始 加了一次波茨获得开球选择权 桥氏 中士巴球领导者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青黄岛2015桥氏杯 第三届中士巴球国际大师赛 在这个时段安排为您直播的是 现在画面上的王云对阵加雷斯波茨 我是刘洋 跟我一起为您解说的是张请勇老师 勇哥你好 刘洋好 比赛开始第一局加雷斯波茨开球 中球有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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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球位置还可以 目前可以选择的球有单侧球的5号 花色球的话11号中带 看目前球形位置来说 单侧球稍微好一点 可以便于方便去清台 本局球现在选定单色之后 目前难点之一的话就是三号球 这边对于三号球底带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下 应该是差不多 如果三号球底带这边有下的话 在选择三号走位上会更方便一点 有没有下方便 Boss过来看一下打完黄衣之后要留的一个白球位置 是选择把白球送到屏幕下方去走6号位 还是说用灯杆吃一裤回去打2号球 高杆推下来 把6号处理掉之后 可以选择一个3号的左边中带 2号的右边中带两个带都可以同时选择 以我个人的想法来说 它可能会6走3 然后3弯打2 最后黑8是左下角的底带 这样一个打法 大家来看一下 力度稍显小 力度稍显小 正常如果说母球再往屏幕上方再多走一点的话 跟3号球形成一个对峙 或者略微白球打完 向屏幕下方走的角度是最好的 这样的话它只能打2号底带 小拉一点点 然后打3号的左边中带 好的 准度没问题 黑带 白球稍过一点 有可能它会利用白球去 K15 这只是一种打法 因为白球推的话也是可以的 好的 没问题 黑带抵戴 第一局波茨1比0领先 在会完赛结束之后 我也说王云 你这回什么状态这么好啊 他说因为换回小豆干了嘛 对 因为咱们打中日八球里边 大部分的球手 都是从小豆干打八球开始 去这样的起步 所以说他们对于小豆干来说很熟悉 因为后面近两年的一些 国外的这些潮流进来 所以大家再慢慢转到九球杆上 但是打来打去 可能有些球手 对于九球杆的运用 还不是特别那么理想 然后慢慢又转回自己熟悉的小豆干 争取能打好更好的成绩 确实也是 这个是咱们国家 忠实把球发展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有一段时间小豆干会非常的火 对的 没错 在球房里也是这样 第二局 王云冲球 冲球没球进 这是波茨 波茨看一下 我们波茨看一下他选球 场上的局面来说呢 有可能波茨会选择打七号球 或者是花测球的九号球 目前这两颗球 对于他来说是定色的一个关键 似乎还想去处理一下三号 刚才是王云 开球时机 那么波茨一个选择 他选择了自己击打 他可以选择自己 或对方击打 自己或对方重新开球 对 对的 七号球总在接力下 然后顺势利用带口的九号 把上方的十二号撞开 刚好把三号球抵带的线路 给解救了出来 这时目前这个局面呢 对于他下面青台的这些工作 就很方便于开展 如果说目前稍微这边难打的一个难点呢 也就是一个二号球的处理 和三号球较位的时候 最好较一个略向屏幕左边的 这样一个角度 对 就是波茨现在描的这个位置 略靠屏幕左边 这样下一杆走位的时候会方便一点 力量 稍微有点轻 这样的话他打中低杆或者低杆的时候会戴一下边阔上的九号 然后有可能会不利于他走下一个球的位置 看一下他怎么处理 他现在描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打三号的时候 打一个高杆这样的一个杆法 借一下边阔上九号的一个小力 白球会让上方走一点 这样的话他在下一杆处理的时候会打左边底带的五号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球就很关键了 下面这个球就很关键了 如果的二号的话 这个球的精准度和干法都要求的比较高 并且 他直接爆了二号 二号 他有可能一杆攻守的球 也就是说二号正常顺势 连下带养 如果不进的话 把二号养到带口 进的话最好 可以继续进攻 白球控制的还可以 但是 左方的花色球 十一号是够下了 这样的话 王云可以展开自己的进攻 我们现在看这个花色球的一个分布的位置 王云打十一号球 然后上去过渡的话 正常来说 我们在打的习惯的时候 会选择 进攻和防守两种方案 如果说这种球局 防守也是可以的 白球位置放得不错 贴球啊 虽然是贴对方的球 但是裁判员也是报一下 这个是涉及到一个规则 也就是球自行移动 因为球在球台上 如果白球躲开十四的话 十四是有可能会动的 就是只是躲开 不是打到 也有可能会动 那么如果是裁判员爆出这个贴球 打出去之后 比如说现在波茨 按照一个合理的角度啊 把这个白球打出去 十四还是往右边微微的动了一下 那么是不算波茨犯规的 这只是十四号自己的一个移动 所以之前 看一下解球 看一下解球 解到了 但是这是勾到的 没有吃第二个库边 这是算犯规的 平时如果我们自己在对抗和练习中 这种情况是有出现过的 也就是说 当你的对方给你坐上斯诺克之后 你在解自己的本组颜色球的同时 要碰到球之后 还要另外有一个球 台面上任何一个球再碰酷 才不算犯规 否则的话 如果只是勾到球了 而没有再次碰酷 这种情况下是要判犯规 对方获得自由球的 王云摆了一个角度 应该会顺势的用 打完球之后 去K一下 互边上的九号球 好的 十五号中代到位了 然后看一下 他打完十五号之后 是选择打十一号先处理掉 还是说怎么样 因为十一号这个位置 其实比较尴尬 他上方有一个四号 右边有个黑八 有可能 我建议会先处理掉十一号 这样的话 右边的这个是十三号 应该是很开放 但是王云是左手啊 会不会先打十三呢 这样来强行的够 把十一号处理掉之后 目前对于王云来说 难度基本上就已经降到最小了 也就是说 他目前只需要把上方的三个球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习惯性把球台分成两半 上方跟下方两个半台 他先把上半台的三个球处理掉 然后下来利用黑八右边的这个球 滑车球去选择走黑八这个位置 是很好交位的 下边十四号中带 这个问题应该也不大 不不去任何干法 打进自然 就会交到另外一个总带的位置 平时我们打球 其实有些角度球呢 预先做位置的时候 要习惯性的做一些 不加左边旋转和右边旋转的这种角度 是更利于我们对自己球技的提高 看一下这个球的稳定性 好的 没问题 你十三号底带 8号就底带 8号左边底带 有效 第二局提高于胜 比分1比1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三局 波车的冲球局 波车重球局没球下 看一下王云上场之后 去选择打哪一组颜色的球 因为我们小组赛啊 就是说小组赛 每一组六位选手 六位选手在跟同组的其他五位选手 在第一阶段 这个小组赛时都要碰一下 碰过一场之后 他们的积分将会决定于 他们第二阶段的一个排名的位置 所以说 第一阶段虽然是小组赛 大家都很慎重 对于每一盘 每一干的 都很珍惜 如果说先要定色的话 黄云底带可以是个选择 黄云选择了单色球 看一下目前单色球上面的一个难点 正常来说 从这个位置去看 应该是七号球和三号球的处理 三号球这边 因为下方有个十一号 七号球左边有个十五号 所以说 在进攻方面会对黄云的进攻上造成一定的干扰 这个球的话 何超您觉得 他这一干会怎么去打 我现在在考虑七号球 从现在画面看 左下角那个底带是不是能过 如果能过的话 还好说 不能过的话 一时半会儿 没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 对的 对的 刚才这干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如果可以的话 他不会选择用自己的颜色球 把中带戴口的三号球就借开 但是因为白桥的位置走到了那里 没有办法 这样借开之后 他要看下一步处理 哪一颗能够更好去衔接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的话 四号球中带 他有可能会选择四号球 四号球中带是有下的 中带吃一裤下来 三号底带 七号底带 两边 看一下他这一杆走位 这杆走位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说旋接好了之后 他再下一杆 在走二号中带的时候 会很好走 也就是说我们习惯性的打球 我建议每个人去想三颗球 比如说打三的时候 要先把七走二 或者二走七这种走位的方式 和打法去想好 七号球 左下方底带 然后二号球 右侧中带 最后八号球 左侧中带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次序 好的 准度没问题 很稳定 看来是要轻推啊 擦一下吗 哦 又算了 中带没问题 八号就中带 好的 推拔近带 二比一 王云暂时领先一局 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赛里边 会看到一些 球手会比较着急的来做这个动作 可能是那个时候 在比分落后的时候 当然刚才王云的这个 属于闲停信度了 对的对的 我们看一下第四局 王云的冲球局 右球下 看一下 目前球的一个散落位置 其实我们大家平时在打球的时候 自己也要在冲完球之后 稍微看一下 仰仗一个习惯 对于球的分散位置 然后做一下心理 这些优势跟劣势的两组颜色 哪一组更利于你进攻 然后你才去选择 然后在这种颜色里 再选出一到两颗球 便于你低杆去进攻 然后才能决定你下一个 养成这样一个良好的思考习惯 对于你以后 打球上是很有很大帮助的 有可能啊 这个王云会选择花刀球 因为花刀球的分布位置来说是不错的 目前难点 有两个 一个十号球 因为它跟单侧球的五号球 有线接 然后另外一组呢 就是在屏幕下方的十四和十二号球这个位置 这两个位置 一个十号 一个十二跟十四 处理开之后 对于它以下的一个进攻上 会有很大帮助 好的 接力东带下 东带 花球问题解决了 那么下一杆呢 就看它如何去处理 这杆位置应该也是可以去处理 十二和十四号这个位置的 杆好用好 一个低杆稍微低一点 但是力量不要太重 轻K到十二与十四中间的话也可以 这样的话可以打十五号 左边中带 有一个保险的一个球的线接 好的 可以看 看一下十二 没问题 可以 目前场上剩下这四颗球 在这一杆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它是怎么样去选择 怎么样去打 因为这一杆打完之后 对于它以后进攻 重要性是很大的 很关键的一杆 十四号球 右下方底带 吹一酷 弹出来 好的 可以继继续 十二号还可以继续打右下方底带 然后可以去叫边库的十号 因为王云是左手持持杆的嘛 所以说 他会习惯于把这种球先掉到边库上去 把十号处理掉 同时因为十号离库边有点近 我们先把这个难度球处理掉之后呢 也能方便于我们以后在阻位上 把我们这个难度降到最低 也就是说我们失误的这个几率 降到最小 但是由于刚才十二号打得厚了一点 现在十号没有到位 对 地度稍显轻 目标球位置打得有点过厚 十号打进 十五号球 右上方底带 应该是这样的选择 然后自然 白球向左方向 会去走到黑 把我们屏幕上方 左上方的底带 然后他选择是K 力量 位置 哎呀 这个力量稍微有点重 把八号球K到了顶库上 像这种情况下 对于网友来说 这一感就相当重要了 因为我们平时打K8比较多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打K8只剩一颗球 或者两颗球的时候 你的对手在桌面上还有六颗五颗 就是很多球 跟他去对抗来说 对你来说 会吃很大亏 基本上在高手之间对抗来说 输面就很大了 看一下王云最干的一个选择 王云最干还有一个雪上加霜的问题 连勾都没有 4号球挡住了一个勾的线路 对 8号球抵袋 白球位置看一下 这个位置不是很理想 波茨有一个左下方抵袋的一个进攻的这样一个选择 而8号球的话也没有 应该没有王云自己心中想的那个位置 他有可能会想打得比较薄 然后把8号 把左边带口抵袋的位置给挡住 这样的话 给对手心理上照定一定的一个压力 但这个不是很理想 挡住4号 然后自己的球又比较万能 还那么一个位置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看一下1号球抵袋 没问题 1号抵袋 5号抵袋 这边打完5号之后 看一下它在6颗7上的一个选择 在处理完6号7之后啊 我们自己可以先有个预判断 就是说我们自己先假想一下 如果说我们自己去打 这盘球我们最后再用哪一个去叫黑吧 10秒 延时 这样打的话应该是6号抵袋 然后7号右侧中袋 4号左边 左上方抵袋 然后2号这样就走最后的黑吧位 但是从难易程度来说呢 我觉得如果说把2-4这个顺序颠倒一下 我同意这个说法 我刚要说先打2再打4 因为最后如果2号边哭这个球 对于教育要发一些力 基要就中的 那如果打2呢 叫4 首先是4轻推 另外1 关一不进也是仰上 而且是安全 2也是轻 这个轻推 4号基本上只要不特别贴裤 对 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贴裤球难打 无非就是因为你要被破打高杆而失误 但如果不是特别贴裤 手架其实是舒服的 你就当做没有贴裤就可以了 对 我们心理上首先不要去惧怕和恐惧这种球形 看一下白球力量怎么样 还可以 可以 为什么还可以呢 因为这个球如果说白球跟2号球走的比较直的话 他只能用往前推一点或者往后拉一点的干瓦去打 打完之后白球还是会靠枯边 对于下一杆4号来说有一定难度 而这个位置呢 和2号形成一点小夹角 在打完2号球近代之后 白球会顺势自然的弹出来一点点 也方便于4号球这边的一个舒服的手架位置 好的 2号近了 这边看一下打4叫8 这个稳定性怎么样 4号推下 8号球底带 8号球左上方底带 轻推啊 波瓷的拿手好戏 对 好的没问题 8号球底带 加勒斯波时胜 波瓷宇完云投四局打成2比2平 乔市台球桌 央视中市八球国际大师赛之定用台 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乔市台球桌 大家好 我提关 乔市中市八球领导者 海赛 健康专业运动洗护品牌 第五局 波瓷宋球 宋球 力量有点轻 没球近 看一下王云上场之后的一个选择 看波瓷这表情有点恋恋不舍呀 尤其是局面要是好的话啊 虽然波瓷不认识我们的那位英雄啊 但是他知道这个是干了什么事情了 对的 因为那个波瓷 为什么说一直大家以来总是说波瓷冲怎么这样 因为波瓷冲他一个很明显的效果就是说 他冲进之后 而目标球散落的位置都不是说特别难打 而且说靠枯边的情况下比较少 2-2-3-3分散之后很利于下一杆去进攻 可惜了这个运气有点差 打中带把四号球从黑八这边解救出来 是很好的一个一杆球了 也便于下一杆进攻京台 但是运气稍显差 掉带 现在我个人的感觉他是不是打四叫五呢 如果打四叫五左上角 应该就各种解决了 这样的选择也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 好的 中带下没问题 然后下一杆 这边选择五号球底带 五号球底带 五号球底带之后 然后同时应该正常情况下会选择 一个上方三或者是左方的一 这两个球 他这样打的话应该是左方的一 顺势推杆 把十五撞开 然后二号球左边中带也漏了出来 六号球打完之后应该会去选择右上方的三号 把三号处理完之后下来再打二号 然后再去走黑八位 这样的一个次序是便于进攻的 波斯站在那里再看他打完六之后留下三号球的一个位置 轻推 三号打进 低杆拉回来 二号球左边中带 没问题 然后继续打二号球低杆拉回来 黑八左边底带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次序 白球位置稍微尴尬 这是他不想用很低的点位 想用中低 然后靠力量来控制拉回的距离 看一下黑八没问题 第五局 加雷斯波斯胜 这样的话场上比分 波斯展示领先一局 有的时候我们看他好像没有叫到特别好的位置 那并不一定能说明他这一杆叫食物了 也许他就是保守的去叫 对对对 或者是宁小物大或者宁大物小 对 第六局 冲球 王云冲球同样没下 看一下波斯上来的选择 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变异定色 当然是花色球的十号宗带 但是如果打花色球十号宗带 会顺势把同组颜色的十五号球撞跑 但是撞跑的同时还会把 靠近边库的九号球去撞开 他应该会这样去选择 但九号球起来的话 得躲开七号 让自己有下 对 看一下波斯这玩K球后的效果 效果不是很利下 要打一杆远台 对 应该是远台的是十二号 左边中带十一号被二号球挡住 右边的十五号球被六号球挡住 只能打右上方的十二号的一个远台进攻 十秒 延时 这个就很关键 波斯聊了好多次 这个球我感觉是带了点左侧的旋转 然后轻搓出去的 是吧 和尚 没有看到 我只是看到他 苦心入态吧 可能是从正常进球角度来说 略微有一点小小的障碍 所以说 那他就会搓一下 我个人感觉他这球是加了一点点的左赛 左侧旋转 这球出杆来说 波斯这一杆出杆 体现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深厚的功力来了 这么轻的力度加上左侧旋转 还是这么远的距离 很厉害 上个赛季 波斯就有过一杆 八号球的一个小弧箭打进圆台 好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花色球 他要去打14号右边中的 然后去如何处理其他三颗球 因为我们虽然看现在目前 11 15这些球分布来说 都是活球 但是他处理上 一个次序要选择好 11号左侧中带 15号右侧中带 然后9号 右上方抵带 这样的一个次序 轻推下 好的没问题 15号中带 9号右上方抵带 最后黑发自然选择的话 就是左边的中带 它先上去了 这个角度可能说有点 略微轻轻的靠上的一个角度 所以自然登上去了 没问题 8号球 左边中带 第六局 加勒斯波斯上 比分4比2 波斯展示领先两盘 第七局 加勒斯波斯开球 看一下第七局 波斯冲球 看看1号球 下边的中带 还是差一点 还是没进 波斯这一干冲的位置 他摆白球的位置 已经跟上一干有点不一样了 他摆的离开球线的中间 更远了一点 他往哪边摆 就是哪边的第二排 那个球进中带 对的 现在就是台击速度比较快的话 第二排这两个球 会吃到中带 现在画面上方去 对的 你要想让其中一方进中带 你就要稍微的去调整那个角度 没错的 因为虽然说我们比赛统一用台 然后统一台击 但是有时根据场上的一个情况不同 他也会球手自己去 根据自己竞技状态 然后上一局榨球情况 去判断我是否要把白球 去挪一下位置 换一个位置去榨球 其实现在我们场地里边的条件 是很有利于看台球比赛的 因为它是一个干燥 然后温度偏低的这么一个环境 对的 在干燥的情况下 台击速度一快 1号就吃到了中带上面那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 目前王云选择 7号球 底带 低竿 这个位置来说 不知道6号球右下方底带有没有下 看表情应该是不可以 他的摇头应该是不太够下了 再一个就是说 他目前白球的位置 在进攻的时候会有一些小账 也就是说白球后面有两个球 花测球 我们熟成平时在打球是叫厚斯诺 这个有很多种说法 对 还有叫 背娃娃娃 台湾的说法 好的 进球没问题 目前从剩下的单色球 四颗球来说 我们就要看一下最关键的就是6号球了 你说何超你觉得他这个6号球会不会叫左边的中带呢 最后打或者是怎么样 还是去选择K球 还是选择左边中带6号球 我要看他叫2号的角度 一个位置是吧 好的 很谨慎嘛 必须嘛 看看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能拿1去叫 但是我觉得拿1去叫不是很好 还是2交6是最舒服 对的 他刚才瞄了一下一个位置 有可能就是6号球叫左边中带这样的一个位置 他真的要去现在处理6吗 来了 看一下位置 力量怎么样 好像稍稍的有一点 还是比较直的 可以轻推过去 白球在打进中带的同时 尽量不要去碰撞他旁边的13号球 王云再量了两个位置 再打下一杆2号是最方便的一个位置 最舒服的一个位置 我个人建议是第一种 可以少推一点 对 而且是两枯叫8的一个叫格数线路 没错的 看一下8号球是不是需要叫右边中带的这样一个打法 也就是选择一种低杆打两颗星啊 母球吃上边的顶裤和左边的边裤这样一个叫法 还是自然推 自然推 好的力量没问题 力量没问题 这种方式我不敢打 我得走两裤 和尚说的对 其实这种方式我也不敢打 因为如果真在比赛中手稍微有一点紧 轻推 不是小了就是大了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你越怕他做斯诺克 他有可能越做到对方12号球后面 对 这两年短冲非常的流行 勇哥自己用短冲吗 感觉如何呢 短冲的话我个人没用过 我有朋友在用 就是类似于某品牌的那种短冲 我倒是有尝试去自己冲过几次 因为我这个臂展和身高可能稍微那个长一点 不合适 对 然后我就放弃了 我自己也是觉得至少短冲不适合我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对的 不是说跟风啊 对对 这个不要跟风 要根据自己的身高臂展 然后一个冲球习惯 比如说你不能用一个一米八长的杆 那个不适合咱们 只适合他自己 和尚说这一米八长的杆 这个我就想起件事 那暂时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 看一下第八局啊 王云 现在在场上击打 十秒 延时 目前在选择上 花色球跟全色球 其实位置来说 基本差不太多 如果说两方的话 有个共同的难度球 也就是十五号跟三号 但是从我这个位置看的话 十五号花色球 在左下方的底带应该是有下的 所以说他有可能会选择打花色 嗯 左下和右中都有 好的 第一根打进 然后叫到左侧花色球的中带 看一下他这根是直接叫十还是叫十五 轻轻地打进 过来描一下 应该是十五在右侧 刚才和尚说的那个中带 十号球底带 看一下 好的 没问题打进 十五号球右侧中带 应该有个顺势 可以把三号球撞开的 这样一个角度 然后取交九号球的中带 看一下打完十五之后 白球的一个效果 十五号球中带 没问题 九号球中带 九号中带 自然不需要任何特殊干法 好的 王宇远好像还是小小的加了个赛 要脚直一点近一点 看一下八号球这个准度和稳定性 好的 进 王宇远好像几分四比四 双方战屏 休息一会再回来 好的 Time more 5分钟 比赛继续 第九局 加雷斯波茨开球 好的 第九局 我们看一下波茨的冲球怎么样 冲球很可惜 又没球下 已经连续大概有两三盘 都是没球下了 他的这一次是冲的 从白球的走向来看就能看出来 有些太靠画面左边了 也就是说 顶上这颗球 在直球点上这颗球的力量 没有足够的传到他想进的第二排左边那颗上 然后白球又往那边走了很多 所以这一次冲出来的局面跟以往的 哪怕是向能进的波茨充都有比较大 这样说可不可以 比如说这个位置不是他最习惯冲的位置 白球 二号就抵达 我觉得不会 因为这个 就这个波茨充啊 刚才我们说过 它是一个可以通过打第一颗的位置角度 去调整第二排两颗的 所以他应该在一个范围内都有过练习 我觉得这一盘就是一个失误 就是出竿的时候可能有点有点杂念 二号球抵达 对的 看一下二号球的这个准度怎么样 哎呀很可惜 好可惜 略微的厚了一点啊 这个球 如果说二号球可以进带的话 对于望远来说这一盘清台问题应该是不大了 现在啊 我们把这个球局拱手让到波茨这边 看一下波茨进攻 一号球去到船 带口的二号球 波茨再看一下 它下面的一个选择球 是先打哪一颗 右边四号 选择先到上方 把上方的三号跟七号先解决掉 然后再到下方 也就是说分半台去打 先把上半台的三号球去解决 然后再去打下半台的六号和一号 还有那剩下的一颗单色球 这样的话 对于说自己组织进攻来说 很方便 这盘球 如果球有生命的话 应该大家都不会有意见 一人一个蛋啊 合上这个 玩笑开的 我感觉是挺幽默的 很冷的 其实很冷的 你仔细拼的话 我有点出汗 看看现在是不是就是一条五六 我自己的感觉 我不知道勇哥的打法 我自己的感觉 这一盘球我会去调六 因为一会薄一些 另外呢 那个十四的位置非常的好 它让那个六较五的范围啊 非常的大 可以 这么打也没问题 反正只要最后保证黑八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带去打就好了 也就是说选择一个把自己失误程度和难度降到最低最小就可以了 这样的一个打法 看来是这边可以低干一裤啊 选择五号球 五号球打进 然后六号球左边中带 看一下它八号球选择 有可能是同带 吹一酷回来啊 六八同带啊 打的都是左边的中带 推下没问题啊 第九局波茨上 看一下王云啊 这局冲球怎么样 好的 但是它这杆可以叫一个中大力去冲球 大力版 并不是那种中规中矩的 有百有远的那种中力去做波茨冲的效果 但是它的意图是一样的 它摆在了现在中轴偏右 然后又去近的第二排右边那颗 对的 十五号右边 是这样的 在不同的速度的台泥上 要对这个 就是进入球堆的角度进行一个调整 另外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球摆得非常紧 对的 主要是前六颗啊 也就是说让 这个第二排的这两颗 能够受到第三排的中间和边上 以及打的这个第一颗啊 这好几个球共同受力 共同给这个要进的球 实力 那才能去出现那个方向 有缝的话 在 有的情况下 是不能够进的 其实摆球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等一会儿我们在之前的时候给大家来说 好的 看一下 王云这一杆 低杆减速啊 这样去叫 同一方向的一个 十一啊 在底按那个位置 十一号到位置后 下一杆 要处理的就是包围在中间的这个十四号球 看一下它是这杆处理 还是去调整一个十号球和九号球的位置 再去处理这个三号右边那个十四号球 王云在看位置啊 他在想 这一杆打完之后 下一杆的一个位置 去怎么样去处理 三号球右边这个十四 这个球十四号 对于它整体倾台来说 是一个关键点 好的 低杆 低杆这个位置 K完之后 不知道 左右钟带都有 现在能看得到 左右钟带都有 这样的话 就很好 对于说下一杆 去继续进攻来说 有很大的一个方便 现在如果这个一和十四相贴的话 十四理论上 仍然是 就即便是 相贴之后 这个内切线 让十四没有下球 现在是可以看得出来 没有相贴 那中间这个缝隙 是足够让十四进上面 那个钟带的 即便是相贴 也可以让它进 甚至能够让十四 吃到右边钟带上面去 但是这样子的位置 不到 万不得已是不会选择的 不会选择这种 就是去 大力借一号 然后出现这个球的变形 微微变形的方式 缺上十四进中带 这个应该不会选择 我们看一下这个 王云在选择十四号球 左边中带的同时 十四号球中带 白球在撞击对方 黄仪之后的一个效果 好的 稍微有点点 但是还是够打 中间缝隙的话 打这张球 我们同时 我们平时这些球友要注意 注意在力度和干法上 要控制一下 首先 第一个要避过中带 不要落带 好的 没问题 第十局 王云上 比分5比5 十一局 看一下波磁冲球效果怎么样 十一号球 一号球 同时左右两边 各进中带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波磁冲了 好像还不是 他进一号球 是他的意料之内的事项 但十一并不是 他意料之内 十一等于说是另外一个 就幸运球 幸运球 其实最好是十一不进 然后多一个 多一个选择 多一个选择 白球位置 选择的话 如果是四号的话 倒是可以 但是不是很 很好去继续处理下面的球 还有就是说 他同组的三号球 在十五的右边 六号球地带 他再去叫的话 也不是很方便去打 看一下他打哪一个 保了六号 六号球底带 远台进攻 准度上出来小问题 没有打进 我是很惊讶呀 一直在看 球球都没离开 这干球 在我印象中 波茨的这个中高杆 高杆 以往 不会做一个 比较大的 这种往上挑的动作 但是刚才有 但是这并不能说 是一个大的问题 并不能说是大的问题 可能是那时那刻 他就想 他就觉得这样舒服 但有的时候 我们有意无意的 这种技术变形 确实容易造成 比较离谱的事物 像对于波茨来讲 刚才那一杆球 差的其实真的挺多的 但是在高杆的情况下 差这么多也算正常 如果说他中低杆 也偏了这么多 可能就是真的状态 有所下滑了 这个球首先 因为它是一个关键球 刚才打六号 它是一个定颜色的球 也就是会决定 这一盘是否会胜利 还有一个就是距离很远 是一个远台进攻 再加上高杆 这些难度都不小 王云用了一杆四号去组合 传十五传三号球的 右边底带这样的一个打法 没有打进 因为这个难度比较大 但是现在单色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 全色球 位置是不错的 对于这一盘来说 波子要慎重了 如果他打不好的话 可能下一盘 王云再上场的话 就会一杆清台 10秒 延时 10号球底带 选择了10号球 有可能本一会想把对方带口的球去帮下 然后再把母球 也就是白球 放到一个对方不太舒服的位置 看一下用14号挡住右边 5号 然后 进来的话自己还有进攻 对 看一下王云现在去怎样选择 上方有个三号球应该是够打的 但是打进之后去走下方的五合七 左侧底带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王云可能会继续选择用自己的球去把带口的10号球去帮下 用一个很典型的开轮打法 但是运气不是很好 因为把对方的14号球给踢到了左边的底带带口 这样波子可以去选择很舒服的去打一杆 那波子现在其实最头疼的就是这个15号 看来是要把12角直推过去了 看一看这杆白球的效果怎么样 力量 角度稍大 不便于下一杆去叫15了 看一下它是否继续用其他组 同组的其他颜色球去做一杆调整 第一杆继续叫边库的 力量还是小 还是不合适 还是不合适 两杆了 两杆做边库的这个球都没有做到位 很不满意 看一下这一杆 灯一酷起 排球还是不行 位置略显尴尬啊 这个位置还是说不太方便于下一杆进攻 不过这个位置好像起码可以奔着15去K交到15左上角了 好像比刚才好了一点点啊 虽然难度很大 对 这个球我个人感觉啊 非常难打 真的 这个球打得很准的 而且加的是左菜高杆 这样的一个杆法去打的 但是运气很差 他并没有带出这个顶岸上的这个15号球 还是没有带 把对方的互边的三号球帮下 然后白球打了个小低竿 坐到了4号的边上 这样的话 让王云在进攻的时候有一个难度 会不会刚好能进中袋呢 能进肯定是能进这个球 但是他打的时候 他肯定会很慎重 因为这一杆 如果他打不好的话 我建议带一点后手去打 也就是说白球呢 位置放的 用黑八或者七号 哪一颗球去坐一杆斯诺克的一个位置 这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他去薄的话 白球会流到15的那一边 所以说他不会去打进 他会去坐一杆防守 看一下位置 是不是用黑八去坐一杆斯诺克 我感觉应该是坐住了吧 是坐住了 基本直线 这球要是扫酷的话 难度也不小 15号球底弹 这一杆波斯看一下他怎么样去选择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选择一杆 连勾带防的一个效果 他是爆了带 他在量了 镜面量法 从15的下球点往枯边延伸一个距离 再把这个距离延长一倍 就是他现在手指的位置 10秒 看一下他是勾防还是勾下 这样的一个选择 5 4 3 5 4 3 好 勾防 白球的位置 还可以 现在又把这个包袱又丢到了王云这一点 看一下王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难题 他有可能还会继续的去击打7号球 然后把白球放到4 5 8 这边继续做斯诺克 7号球 抵弹 力量 至少是能看到 够下了这个 力量太小了 打得太厚了 波斯要求插了一下母球 有可能刚才打球的时候 并不是王云本意 也许会出了一点静电效果 15号球抵弹 低竿拉回一点 然后可以把左边中弹 8号球中弹 这球打得薄了一点 看来波斯这个手感还是有点下滑 不是说非常好 刚才他们互相在防守上纠结了一段时间 波斯这种手感状态还是说有点下降 目前来看 短时间内是这样 我们现在是 目前130分钟抢13的比赛 目前每一盘来说 对大家每一杆都很关键 看一下冲球 王云的冲球局怎么样 7号中大有下 目前看一下球台上的这个局面 不用说了 单色球应该是会打的 如果鸡蛋里挑骨头 挑难度球 现在是6号球比较难打 对的 是这样的 白球打进 然后两库叫出来 看一下白球位置 好像是相对尴尬 他本意应该还是继续去打6跟刚才的一个目标球同一个代 应该是这样的想法 尽量交到6 对啊 先把上方的两颗球解决掉 然后下方 因为黑八刚好在下半台嘛 我们屏幕的下半台 这样的话用下方下半台的四颗球 哪一颗去选择叫黑八最后都是稍微简易一点的 尤其是三号球 这杆球看一下白球的位置 怎么样 我个人感觉好像这一盘炸弯球之后 王宇有点 就是不是很放得开去打 或者会不会是因为 很谨慎 过于简单了之后 所以他这个二号啊 第一杆就没有特别的想清楚 如果叫不到六号 会怎么样 也有可能他觉得 其实留下了一个厚丝的四号 我还有两个带口球 就没有关系了 相信他应该是 已经有了心里有底的 对的 王宇的右手其实也不错 大家看刚才这一盘出关还是挺稳的 白球上也没有赛 他本来就是个右手 是随父亲改的左手 是这样一个 是的 所以他应该是除了 大家都知道的 南方第一个二球跑谋之外 那个左右手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了 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的 因为我从认识王云以来到现在 都是看他用左手去打球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个左撇子 他是不是左撇子我不清楚 但是他上翘粉的时候 是右手拿着翘粉在动 这样一个情况 这不敢保证他是左撇子右撇子 其实还有这种人 就是他是个右撇子 但是他用左手打球 比如说特鲁木普 我很怀疑巴黎霍金斯也是 因为我不只见到我一种这种情况了 就是他用架杆打的时候 会用右手拿着球杆去打 但是平常打的时候 用左手打 是吗 这个其实有时候也感觉很有意思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右撇子 用左手打打球 这个是从小养成了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的习惯 两只手 就像现在比如说波茨开球的这种 正常机球的白球 正常机球的姿势下 因为是一个协调的动作 这个除了官用手之外 还涉及到一个 就是臂膀往后展开的幅度的问题 还有一个比如说 你拿着蹲步是习惯哪只手在前 就像李小龙似的 他是个右撇子 可是他是右拳在前 右拳在前 他习惯性的选手 会把这个纵权放到后面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都说不好 好的 我们看一下波茨 第十三局开球 白球落袋 然后王云几回先来上场 二号球中弹 二号中弹 会不会选择去K 因为这边刚好看到十号的上方 有一个红衣在跟他大概粘到一起 有单下 一号球中弹 要打 稍微的偷一点点 不是整颗球可以很舒服去进袋 因为七号可能挡了一点点的带口 好的 没问题 打进 剩下这四个球 王云站这里 要稍微的思考一下 他下面去如何处理这几个球的一个先后的选择次序 因为在做七号球处理完之后 剩下这三个球就很关键于跟黑八去这样走位 选择哪一颗球留下来去走黑八的位 七号中弹打进 他看了一下下一杆 去怎么样把白球放到什么位置 先把下方的单色球处理掉 好的 打进 他还过去 继续 六号球抵弹 应该是一个比较值的一个球 看一下这一杆的准度 没问题 打进 留出一个自然打进四号白球向左下方这样的一个走位的角度 王爷选择的是一杆高杆 打进推后起 好的没问题 8号球抵袋 黑八右下方抵袋 比赛时间过半 第十三局 王云抓住波瓷冲球母球堕袋的这样一个机会 7比6 胜利 然后7比6展示了 我们的中式八球大师赛呢 一方面是当然大家知道为了电视直播 另一方面呢是也是考虑到让球手第一时间的能够进入比赛状态 也是另外一种考验 所以呢 实行了这种现实制 有一个整场的现实除了出竿的45秒 严实30秒这个现实之外 有一个整场现实会根据抢的局数来定 那么通常来说抢13的比赛就是现实130分钟 在摆球啦 局间啦 暂停啦 还有出现争议的时候 这个时间会暂停 也就是说是纯比赛时间 130分钟 在过半的时候呢 裁判会有一个宣号 但是这个宣告不会影响选择打球 我刚才说他在47秒的时候说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王云之前是在击打 那么他不打断他 不打断 只是提示一下 然后提示 然后打完了之后做一个提示 那么在这个时间过半之后 也就是 就是现在这一局 开始的这一局 开始之前 裁判会问一下落后方 要不要启动快速模式 如果启动的话 是30秒一盖 也延时20秒这么一个现实 如果双方在这个时候是打平的 谁都没有机会去启动快速模式 在之后也就没有了 只有在这个时刻可以启动 是这个样子 和尚详细的把目前我们比赛用的这种现实赛 加上一个快速模式 为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场上波磁在击球 这一杆其实很有意思 刚才 可能你们有看到 王云在冲球的时候 也是母球落同一个带 也是左边中带 刚刚掉进去 在开球的时候 我是这么想 因为我还没有 只是理论上这么想 我还没有在球台上能够在器材和我的技术 关键是我的技术达到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测试 但是我感觉如果是 如果是王云没有把白球摆在合适的位置 而试图通过用打的位置去实现 让一个第二排的球落中带的话 就容易出现刚才那样子的情况 其实他可以摆得更歪一点 掉同一个方向的一个中带 对对对 他可以摆得更歪一点 比如说五号球上面这个地方 然后仍然是奔着球队的第一颗去打 用这种方式 可能就能够避免白球摔带 这样的一个打法 看一下十四号球 左边抵带推下 然后自然的叫到了一个十二号球的抵带 目前的话 这个次域应该就十二抵带 然后十二球左边 左下方抵带 黑八呢 会打右下方 也就是跟十二号球 目前他要去打这个球同一个带 这样的一个次序 这颗球应该就是我们说的 宁晓悟大 因为有个六号 有个六号可以去做停球 白球停球 打进啊 向后拉一点点 八号球 抵带 没问题 八号球打进 场上比分 七比七平 我个人当然是不会建议 或者说不喜欢去看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对这种 我们对这种故意延误比赛时间的行为 也做出了规定 就是说算它是一种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 而且因为这一次我们是小组循环 对 那么特意有了一个规定就是 如果弃拳比赛的话 会被认为是违背体育精神的行为 因为小组循环 看足球比赛的朋友可能知道 这和双败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当然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在中士八球网的相关帖子 能够查询到 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下 并不是先看竞胜局的 熟悉足球规格的这个朋友可能知道 这种如果先看竞胜局 或者说先看竞胜球的话 二号球底段 世界杯是这样做 但很多比赛也不是这样做的 对对 它是为了避免一些默契出现 对 它要避免同组里边 比如说同一个州 或者像这次来 有英国的选手就有四位 那本国选手有可能会有一些 英国选手有六位 六位 个人感情倾向的话 老相见老相 灭眼泪汪汪 避免不了的对不对 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如果范博宁不是因为 不可抗拒的因素不能来 而由这个奥克洛来 补上这个缺口的话 我们会有三对 三对 三对去参加过去年 胜大世界杯的 这样 选手 是阿波尔顿 博伊斯 英格兰A队 梅林和达里皮治 是英格兰二队 还有就是史西南和范博宁 这次其实范博宁 因为一些个人问题没有来的话 然后 奥克洛来了 这个对于部分 倾向于菲律宾选手 或者奥克洛这种级别的选手 这种粉丝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其实如果换成我个人来说 他们俩 谁没来都挺可惜的 但是 因为范博宁 他曾经来过 来过 然后今年 让奥克洛来了 等于说 我们会看到个新面孔 一个新的一个人 去怎么样去 塞翁 施马 烟枝 对 然后菲律宾选手来说 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 菲律宾 球手对于 在进攻的思路上 和一些科兴观念上 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就是说 也可以去学习学习 去互相交流交流 但是在第一场比赛 也是比分超级不大 奥克洛是10比13 输给了李博 李博这个小伙子 最近是太火了 势头很猛啊 李博最近 我在上午的时候 就去观众席那边 去看了一下这场比赛 打得李博打得很好 好的 目前啊 场上 波茨一直在进攻 打得八号球 八号球 左上方的抵代 没问题啊 推下 15局 加勒斯波茨胜 15局 波茨胜 8比7 领先一局 郑宇博跟大井直升 这场比赛呢 其实如果从激烈程度来说呢 也不比刚才说的李博和 丹丽斯奥克洛那场差 不过我们那个 郑宇博呢 今天在打球的过程中 可能受到了一些 小因素的干扰吧 在有打完比赛之后 我们俩有碰过面 他有谈到 就是说 他那一整场球下来 有碰到两个静电 这两个静电 里外里就输到了四盘球 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个静电 可能比如说 4比4就会变成6比2 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说他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郑宇博是一个 情绪那个 情绪化比较那个的 一个选手 这两年有所好转 有所好转 但是刚才也有跟我去说 我当时出现那种情况 我就个人有些 不太那个嘛 对有些着急 而且是两个静电 不是说一个 比较关键的情况下 以前有一个 特别有趣的现象 我见过一场 奥沙利文对 特鲁木普的比赛 当时导播给出 字幕的时候 是特鲁木普 11次静电 奥沙利文赶上一次 奥沙利文赶上一次 非常的 所以说这个 这种东西 其实有些时候 也会在一些 关键球和关键局 起决定性的 这样一个因素 甚至会导致 整场比赛的一个 输掉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场上的一个情况 目前波磁在进攻 10秒 严实 4号球中弹 4号球中弹 正常顺势 高竿推开 创一下10号球 去叫到 右侧的 单侧球中弹 目前打完 右侧的 应该是 5号球中弹之后 7号球 左侧中弹 在打7的时候 我们大家去看一下 他去选择 继续击打 3号球底带 还是6号球的 左侧中弹 因为这里 这个处理上 会有一个难易度的不同 也就是说 对接下来去选择 哪一个球打黑八 很关键 我们看一下 他打完7之后 去选择哪一科 高手的这种打法 我们以后平时 在自己球方里练习的时候 也要去借鉴一下 这样对于我们自己 提高水平有很大帮助 它会不会改变计划 你说的是因为 他想打6 但是后面有一个 10号球 是吧 是的 我们看一下 波子还是觉得 这样更容易 前手架 架的稍微高一点 后手一个立竿 抬高竿尾 这个球失误了 或者说这个球 其实有一定难度 并不是说 很好打这样一个球 下面王云上场 这个机会 对于王云来说 很重要 要珍惜 看看他能不能 把握住机会 再看13呢 左下角 看上去 从这个地方来看 应该是有 因为现在啊 因为现在 现在是8比7 这个9比7 跟8比8 其实在抢13的 这种比赛里边 也是挺关键的 这是一分啊 很重要 看一下王云 怎么去选择 10秒 延时 9号球底带 低竿拉回来 叫右侧的15号球中带 轻轻带了一下13 肯定有了 这 这种情况下 13应该是 在屏幕的右下方 底带应该是有下了 上面的话 有一个 11号球和 同组的另一组 另一个颜色球 在一起 看看他等一下 怎么处理 这是要传的节奏 也就是打14 然后用11传12 是这个意思吧 看样子像 高杆吃一裤过来 12号就底带 12号就底带 选择了用11去传12号底带 然后应该是低竿轻点一架 再回来继续打 11号同一个底带 对 这个角度稍微有点大 如果他想留在球台的上半台的话 稍微有点难度 也可以用低竿轻搓去打 那既然如此 也许不会勉强吧 先叫13呢 先叫13也可以 加点反赛 没有先叫10了 这个反赛 加点反赛 吃酷之后 对于白球行进的角度 稍微减小了一点 高杆 吃三酷 过来叫13号球 左下往底带 角度如果说 比较直的话 自然的一个定杆就好了 如果是有点大的话 可能会推一酷起来 脚可以把右边的宗带 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 可能多三分之一半克球 少三分之一半克球 打法就会不一样 对的 八号球宗带 刚刚好是不大不小 那么个角度 对 看来真是要8比8了 我这个猜的还算可以 8比8 场上比分 8比8 很 两天五分钟 好的 休息一会儿 再回来 好的 新的一年 从吉开始 大吉大利 平安大吉 吉庆有余 过年带上王老吉 总有吉祥好一头 过吉祥年 和王老吉 苏吉吉祥冠 新春就有吉 比赛继续 第十七局 加莱斯波茨开球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波茨的宗球 七号右侧的宗带 目前场上 两组颜色球的分布状况 单色球如果从 青台角度来说 是很好的 但是他目前的选择 进攻的单色球 很难 也比较少选择 但是双色球的话 也就是花色球 可以选择11号球的底带 不过花色球 在于青台上的话 难度会比较大 一个是在 底带 右侧底带上边 有一个花色球 又被对方的 六号球所阻挡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颜色的花色球 在另一个边裤上 严实 十四号球 被二号球阻挡 五号有下 五号 他爆了个五号 从三号这边 很准 基本上是解决问题了 五号打进 然后三号球 右侧中带 剩下的话 他下半台的话 我们屏幕下半台的话 六四二 这三个球 组合起来 问题都不大 就看这一干 是不是会用三 直接去叫上方的 那一颗 剩下的 单色球 还是说用三 叫下半台 然后打完下面这三颗 再上去叫一 但是有点难度 好的 没问题 三号打进中带 先把上半台的 黄仪解决掉 这样的话 对以下的进攻来说 难度减少 减少不少 看样子 常规来讲 就是一二六四 一二六四 我们看一下 一二六四这样一个次序 波瓷 一号打进 二号 这个角度 好像有点偏于直 如果说发力 用灯杆去吃边库 弹出来的话 这个球力量会稍微 选择比较大的力量 而且白球效果 到时候我们会要看一下 会不会教到自己 一个很想要的效果 波瓷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这根效果 波瓷在以往 有过一些大发力的食物 大发力并不是他的强项 对的 灯过来 改变杆术 较六太勉强了 较六太勉强 较四吧 四较六 我们看一下他会用哪种杆法去打 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就是说 做一个小的提示 你会不会用低杆或者高杆这两种打法 哪一种低杆 从八下面按上面走过来 看一下六号球 没问题打进 八号 运气很好 K了个八的包边这边 过来 然后八号球 停到了带口 打进 九比八 波瓷领先王云一局 其实这个时候有多显示器的朋友 就非常爽了 对 有时候我用一个笔记本 再用一个平板电脑 再用一个电视 这样选择的可能会更多一点 不过我个人希望还是说 关注某一场比赛多一点吧 看一下王云冲球 好的 有球近带 白球位置的话 进攻上如果选择花头球的话 是一个远台的十号球进攻 上方的话 单色球 黄衣有可能是有下的 但是它同组原色 有个三号球 是在十五号球的边上 这样的话会增加了一个 进攻上的难度 一号球底带 王云报了一号球底带 选择 单色球一号的同时 等于说你选择了 你有一个三号球这样一个难题 你最后还要去处理 或者提前先把它解决掉 看一下它怎么样去解决 王云再看 五六 是不是有单下 这边比如六 有没有挡住 六 五是肯定够下的 五是肯定有 六 好像是没有了 没有的 必须要先决截五 左下方底带 然后六号球 左下方底带 这个进球线路 才会露出来 现在可不可以打五 来叫二号球呢 打五叫二是吧 我们看一下 它会不会打五去叫二 然后再用二上去叫三 没有 它选择先去打二 那么说三号球 右上角可能是有单下 三号球右上角是有单下 也就是说十五 并没有把三号球 进右上方底带的 这个位置挡住 那么现在 王云会选择六号球 右下方底带 然后他会在 四七五这里边 去选择一颗球 去过渡去叫三号球 有可能感觉 他会现在打完六 用五就会去过渡 这是一种打法 也有可能用中带的四号球 看一下 推过来 好的 没问题 四号中带可以打 七号也可以打 这个角度 他有没有可能去 可以 壮十五 没有 够横就单角了 单角 角度不是很理想 打完之后 白球会自然的撞击十五号球 同时的话 也会把白球的力 卸到一部分 也就是说 这杆球如果叫五号球 左下方底带的话 可能角度会叫的比较大 看一下效果 白球吃 一裤两裤 弹过来 碰一下十五 可以 但如果打七号的话 后面有一个十五号的障碍 还有一个手架 等于懦住了少半颗球 没问题 打进 五号球 左下方底带 黑八 右下方底带 这样的话 球比九平了 没问题 打进 九比九平 王云跟波茨 现在九比九平 波茨冲球 看一下冲球效果 运气不好 九号把二号给撞走了 十号球过来 有没有帮忙 没有 白球位置 白球位置 目前如果说选择进球的话 单色球是很好选择 但是在进攻方面 在屏幕的右方的七号球 跟对方的花子球 有一个粘连的现象 所以说不方便于青凯 那么看他用哪颗球 比如说去解决这个问题 黑八在这边 是阻挡了他选择 其他的花测球的一个线路 还有就是 中代他自己有一个球 也挡住了下方的一个花测球 看一下他怎么去打 黄一 现在会不会去叫三号球呢 现在去叫三号 看一下是不是 因为三号球右边这个地方能打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去保他 这样就直接解决了 还有很多球可打的情况 先去解决 因为什么呢 像打这种 就是说有其他球 跟对方的球粘连到一起 你要尽量把这个做到提前 自己胜的球多一点的时候 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困难 然后你在做其他进攻的时候 会很方便 如果你越留到最后 你的球越少 你一旦解决不了 那么你剩下的球 就很难打了 现在就不好办了 首先上方 上方的四号球 被八号球所阻挡 六号球被对方的十一号球 挡住了右上方抵带的一个线路 而下方的五号球呢 也是同样没有带的 对方的两个花测球 在左下方的底带 有去阻挡到他的进球线路 看一下王云这一竿的防守质量怎么样 五号 与对方的花测球 没有帮进 正常帮进的情况下 白球吃一裤弹起来 再做到三七中间 是最好的效果 但现在对方可以有一个 打带口球 把你五号球的带口球 都踢走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这个球会不会选择 不打 是吗 你觉得 不 我是想说会不会选择去先吃酷 再去撞 吃酷去撞 然后花色球 撞13 然后把四三打进 然后顺势 白球再创他的单色球的五号球 把这个带口让开 是的 我是这么个想法 这样应该也能够 白球能够上去交到球 看一下效果 好 还是防守 单打了一个十号球 然后白球防到了上方 但是 好像七号也有下 现在就是五号球没有下 六号也不好打 目前如果七号够下的话 难题就是他带口与对方 十三号占联的这个五号球 那么六号球中带 现在是有进攻的 好的打进 高关下来 好的 这个三号球位置啊 不错 三号球现在这个位置不错 白球 可以打三号 右上方抵带的同时 把右下方抵带的这个 五与十三连结的这个球 给他撞开 七号球也是够下的啊 看一下效果 好的 没问题 打进 撞开 然后露出来 好的 够下了 好 好 再看七号 其实最后如果留七去叫上面的四的话 这个球 位置最好留的 尽量不要去打完再撞对方的花子球 这样一个角度 如果有的话 那就会看如何去借对方这个球借势 然后去走 他留的位置会不会可以持库 在十四十五之间钻上去 在八号左边再持库 或者是直接从八号右边就够下 或者说直接就吃一库往上走 看看啊 好 往映反复再看这个下一杆白酒的位置 一库 两库高杆上去 好的 这个线路选择的非常清晰啊 A计划 A计划 完美 A计划 四号底带啊 因为白酒与四呢 角度略直 所以王源在这里考虑啊 打完四之后 八号就选择哪一个带去打 清点进啊 八号球右侧中带 打进啊 没问题 十比九 十九局 王源上 王源稍微的 你们看有点 刚才给自己打打气 给自己打打气 挥了一下手臂 这个人的心里 是个特别微妙的东西 对 一盘球啊 一个球 或者是一杆球 它都会影响你一些啊 后面这几盘 何让你有没有发现 王源一直用的都是大力冲 或者中大力冲 这种打法 并没有用很保守的那种 中小力 中力波磁 那种打法 可能是 什么东西冲着顺手 什么东西冲着有效果 对 就会用什么 其实这个有点迷信的 有的时候 其实方法对 但是就是不进 就是不进 那你就要去试试 转换一下 平常根本不用的 万一他要进了呢 有的时候也是要 要试试这个运气 稍微变通一下 九号球 底带 看一下啊 中台的啊 中远台的进攻 九号球底带 看一下波磁 这个感觉被站好 起来重新站一下 这是个良好的习惯 平时我们自己练球弦 也要这样 好的 九号底带 稳稳的啊 下面啊 解决的问题是 十三号球 与十号球之间的 这个衔接 看一下十三 是不是右边啊 右下角底带 是不是有下 有下的话 直接先单叫 十三号球 右下角底带 就可以 单叫 好角度啊 可以自然的推杆上去 然后轻轻的创一下 四号 没问题 打进 下面 打十号过度的话 会不会去 先叫上王的呢 他本意可能是 最好能叫到十二 对 在这个位置 有点尴尬 但是刚才他没有去想到 打完之后创造四 但是白球跟一号球 现在粘到了一起 他这个倒是没有去想 会出现这种情况 刚才也有点尴尬 因为 有点贴酷 为了保进 就得凭着轻推 推的越大 自己心里越没底 推的越小 分离脚越小 更容易 撞完四之后 粘到一上 这很矛盾 对的 十二号球 中带交道 看一下他 下一杆 在选择上 去选择 先处理掉 十一还是十五 个人感觉他可能会先打十五 然后留下十一号中带 去叫黑八中带 有可能会这样去打 这个球也想了半天 感觉像你打一个中带 你就可以接着去打 其实如果在场上 临场的那种选手的话 他其实脑里想的问题是很多的 比我们现在想的要多 所以他一直在想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 像下的角度 他可能会选择 如果现在十一左边中带能够下的话 我会选择打十二 往五号球那个地方 移动 撞一撞 十一左边中带 这样子 因为八的位置相当的自由 课词刚才低杆瞄了几下 他有没有可能拉回来 继续 拉回来继续打十一 还是右边这个中带 然后再顺势白球上去打十五 这样的话 先把中带这两个处理掉 然后再用上面的十五 叫下面的八 而且他还移动了一下四号球 让八号球又下降 也有下了 对 可能个人他本意 不一定有响的这么多 但是他打进了 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效果非常好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确定 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响 在想啊 把四号可以开 把右边的底带留出来 给黑八够下 那是很大神的一种思路啊 那个就是连进攻带防守都有响 八号球收担 这个位置应该没问题了啊 好的 八号打进 真的要的 十比十平 十比十平 任何一方都不会给对方自己领先超级以上的一个比分 那么现在十比十平啊 好的 加雷斯波斯开球 最后的四十分钟左右 抢三 看一下哪一方先能建立领先两局左右的一个优势 那么对于胜利啊 有很大帮助 冲球啊 没劲 波斯在摇头啊 他自己最擅长的一个冲球法宝 今天居然失灵了 是的 两个宝剑失了一个 两个宝剑失了一个 其实前一段时间那个狼房那边的波斯挑战赛的那个网上直播我也有关注过 那一战比赛我感觉波斯冲球就不是很好 然后进球率很低 出现了一些跟以往不同的现象 对 然后跟马志宇对抗的时候 他这一方面没有发挥出来 但是那一场比赛马志宇那个冲球效果就是非常好 然后打很领先 最后显显的追到平局 然后差一点 但是马志宇他稳定了一下 保住了自己的一个竞胜的这么一个优势 最后胜利了 其实在大概十二比五的时候 有一次机会的当时 后来没有把握住 对 现在王云在场上在思考下面的话 怎么样组织自己的进攻 如何把这一盘球打光 因为目前球形还是比较分散的 严实 也许有一些观众在看这种比赛的时候 他会说 其实台面上这么分散这么简单 为什么不马上就打 还要去这么想转来转去转来转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目前抢13的赛制再加上比分 现在十比十 这一盘很关键 每一竿 每一竿都很关键 所以大家都很慎重的在考虑 要的是成功率不是速度 也就是说 他们其实并没有想要太多去浪费时间 而时间自己在流逝 他们争取把这些稳定性 或者说这些失误降到最低 稳定性提到最高 所以不自然不自觉 这45秒就过去了 尤其现在其实13的位置 不能说不好 就是13 12 这个地方在此时此刻就形成了一种难度 如果13现在就在右下角 6号球下面 可能就好得多了 但现在就有这么一点点难度 这一点点难度就会让他倍加谨慎 15号球宗带打进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搜 我记得是押运会的 那个是不现实的 不现实的比赛 学生们都好谨慎 好谨慎 看一场比赛真的是耗时冗长 对 因为首先一是押运会 二是那个都代表自己国家 在国家荣誉在里面 所以说每个人每一竿每一下都非常慎重 那么他们甚至会赚很长时间一直在考虑 我们的比赛虽然是个人赛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这个民族情怀在里面 看一下这杆球 这个球先打13号底带 然后白球弹起来 叫一个12号球的宗带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但是还好 在进球的允许范围之内 白球可能是有点静电吗 他是这一干想轻推 我估计 所以要让裁判擦一下 对的 因为这一干他要把这个 左下角这一颗叫的直一些 对 他是左手型选手 上方刚好有2号有黄衣 有一些小障碍 尽量叫他自己左手打球 右手放手架舒服的一个位置 好还可以 打进12号应该就是黑巴右边的宗带 这样一个选择 看一下这这么长的手架 这也没办法 他也 真的出问题 这球 这种 这个位置我以为他会架到1号前面来 这可能是个人习惯啊 我感觉这一干 王云稍显得有点出杆快 不是他自己的一个刚才打球的一个节奏 这一干可能因为也是关键球 打完了较黑巴 而且比分现在这么纠结 也到关键局了 这干稍微的着急啊 很可惜 三号宗带 五号左侧宗带 会不会先把下面的六号先打掉呢 还是说白球上去之后最后留六 大家看一下他的一个选择击球的一个思绪 先调到过边 应该先把六号球打掉 然后把下半台处理光之后 从上半台开始去清掃台面 我觉得关键的可能是7K1这一个 打7K1如果4号能接上的话 那么再完美不过 最后可能是二脚八 四脚八都有可能 看波茨就是真的做片子 真的做片子 他是 架杆也是做手 上翘粉好像我记得也是做手 来球位置 还可以 不过他只能去打这个7号球 一号球 中带 选择了一杆翻带 有没有可能去带着防守打 翻带然后低杆小拉一点 做到二号后面 打不进 翻不进也用二号球去做你呢 是的 翻进就继续 翻进继续 翻不进 用二号球做障碍球 这个球其实打起来很保险 这个架杆用的挺多 大家看波茨用架杆的时候 他固定架杆的这个手 并不是攥着架杆 当然刚才这颗球 有一些特殊情况 有的时候哪怕是没有 完全没有厚丝的情况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有一个小小的毛病 就是手背冲着台面 握着架杆 手背冲着台面握着架杆 其实这个姿势 反而会容易造成架杆会晃动 还不如是把架杆按在台面上 只要没有这个碰球的风险 其实按在台面上 大家可以试一试 王云的一个 编辑的12号失误 第二十一局 加雷斯波茨上 比分11比10 反超 波茨11比10 破发的机会 没有把握住 我们看一下王云的冲球局 这一局 看一下王云能不能 利用一杆冲球的诈情 去把比分挽救回来 这一杆炸球明显是有点 收力的一杆波茨炸 进球了 这杆白球效果还是可以的 因为刚好它运气不错 这个5号球右边的宗带 应该是有下的 然后目前单色球的位置 也还可以 5号球冲带 5号冲带 高官又再过来 刚好可以叫到2号球 左下方底带和荒衣 左边冲带 观众保持安静 下半台的2号 和中台的1号处理掉之后 可以继续去处理 上方的7364 这样的一个四颗球 我个人感觉 这一杆是不是有点推小了 它应该是想推过来 叫2号右下方底带吧 现在这个角度 是不是还能调整呢 它好像是要打 还是要打 对 还是要打 因为这个2号球 它在下半台单独一颗 不利于整盘进攻的一个玄机 肯定要先打掉 然后留上面四颗 小心手架 手架还有衣服 左手不舒服 打进低竿 一裤弹过来 7号球这个位置 还是继续尴尬 我感觉 因为它左手嘛 对吧 它是左手应该选 如果这么说的话 是尴尬的 还要继续尴尬 还是手架要注意 往运用提肘的这种方式 大家可以看 晴K了一下6号 刚好叫到4号的中带 这边不知道打完4号之后 是不是可以留到一个对直的3号 左上方底带 看一下白球这个与4号形成的这个位置 有角度 有角度 等于说 不可能完全停到那个位置 那么看他打完4之后 去怎么样去控制这个白球 低竿K10过来 这真是啊 这杆总是连续这几杆球叫的都 位置不是特别理想 这杆球就是可能角度 打了那么一丝丝一丢丢 不然的话 3-6是都可以叫到的 对的 6号球 底带 其实它这杆叫位的方式 就是在角度真的允许的范围内 我个人也是这么想 我觉得这样也是 可能当时的最佳选择了 就差这么一点点 6号球解道 但是没有往代口方向去运动 那么目前的白球所处的位置呢 波瓷有可能会先做一杆防守 球在中间啊 大片的天然屏障防守 三个球 他下来再看位置啊 再看白球的位置 要放到哪里 然后去给王云做一杆 斯诺克或者甚至于说不好防守的一杆 轻薄15 白球自然下来 他没有选择一个纯的防守啊 并没有说做上一杆 用10号做的斯诺克 给王云留下了一个 在此时此刻算机会的球 对可以去包三号球右边底带啊 也就是屏幕的左上方底带的一个机会 目前这种情况下对方 嗯 站的优势不是特别大 因为对方15号球 在他的那一边就是说他的上半台 三号球打的有点薄 看一下运气怎么样 运气不是很好 嗯 虽然说把另外一颗花子球啊 也撞到了跟那一边就是说 有同一组花子球啊 在一个边库上 但是并没有完全的粘死在一起 9号与15号并没有完全粘死在一起 等于说只要15号叫到位打进 把9号进底带的线路 还是可以让过来 看一下他会不会打了11先 处理15号右下方底带 啊 他是想传吗 不对 还是有可能会打12号球 打12号球去K 或者是连K带叫 K到15叫15和12 对 15和13 对 还是说自然推进弹库起 再去叫15 这两种打法 看一下他怎么样去选择 低端 青瓜15 效果非常好 好像不会好到还能处理一下9号吧 9号 这个位置倒是可K可不K了 其实这个位置对于波茨目前这个状态和准夺来说问题不大 关键看他目前的临场的一个思路 也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选手在场的时候 他的想法有时候是挺单一的 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当局者迷 判冠者清 他可能想的不会特别多 他只是从他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一个比赛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模式型的一个打法 一到这种情况了 我怎么样把食物率降到最低 然后去打 10号中带打进 低端 直接弹起来 叫到下方的花色球 然后打进这颗花色球 可以自然叫到上方的9号球 右侧中带 最后8号球可以去选择了 两侧底带也可以打 中带也可以打 9号中带 这样黑八就是底带了 可以选择推一点 打黑八 左下方底带 对 8号球底带 左边底带 场上时间还剩下18分钟 对于王云来说时间还是够用的 就看他是不是能够稳定住自己的心情 不要着急 一杆一杆打还是有机会的 第二十三局 加雷斯波茨开球 看一下波茨 这一局冲球的效果怎么样 波茨在反复找他这个白球放的位置 大家可以清晰看到 台泥上已经出来了一条冲球的一个白线 那是翘粉 在台泥上留下来的 典型的波茨葱 中带有下 白球回到开球区这一边 目前在选择上 花测球的话 有一颗中带 10号球中带 10号球中带 可以去打 看一下他会去 怎么样控制白球 是自然的去轻推K9 还是说怎么样 关注了一下 上方13和11 是不是都有单下 对这样一个进球线路 10号球中带 轻推 K9号薄鞭 K的太薄了 不过9号球中带还是有的打 但是给 以后的进攻上 就是留下了一定的一个难度 毕竟13号跟11号这里 11应该左上方底带是有下的 但是13我这里是看不到的 不知道是不是够下 目前他的选择应该是9号球右边中带 然后再往下 9号球中带 选择14 15这样的一个情况 要求擦一下白球 应该是 应该是有一些撬粉 流到了白球上 10秒 关键的退球 延时 这一杆很关键 看一下 Boss这一杆的一个稳定性 轻推 中带 有下 准度啊 稳定性都很好 目前看一下 他去选择 15号底带 还是一个14 他在瞄这个位置 应该会去想 用14号去过渡 11号右侧 中带这样一个打法 打进自然教导啊 11号右侧中带 这个角度呢 应该是会出现一个 如果你高竿推 会小挂一下旁边的一个13号吗 如果可以的话 青刮 刮完之后 13还会去打 左边中带 如果没有的话 看看Boss这一杆 是怎样去选择 会不会直接推过去 去打边库的 那一边的15号 这个位置就是看 这个13 11的距离 和这个角度 可能要是比较小 蹭13会比较薄 他选择先打13了 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这个位置 13号底带 13号底带打进 然后就要把11号 刚好往屏幕上方去撞了一下 其实这个位置 是他在打14的时候 考虑过的 他在打14的时候 11 13两个位置 分别量了一下 对 边库15号球 这个球很关键 最后8号球的话 应该是左侧中带了 底带 我个人感觉 Boss应该不会去选择 8号球底带 他也是 这不是在看 刚好他撬粉放的位置 是要趴到球桌上 有点 有点硌身体 所以说他掏出来了 习惯性的 低杆拉回来 8号球 左侧 中带 8号就中带 打薄了 王云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场上 场上观众这边也 很遗憾感觉 有当然 有支持王云 也有支持波茨的 大家从表情就能看出来了 对对对 遗憾的 当然就是 觉得波茨这球可惜了 但是我相信 作为中国 这个球迷来说 当然都是希望 王云能够获胜 好的 打进 看一下边库的7号球 他会用哪一个球去 过渡K 还是说用7去做一杆防守 两种打法 他可以选7一 好的 推到边库上 7号球 抵蛋 会不会用7去借黄云力呢 因为刚好黄云这个位置 很舒服 好的 没问题 借下 白球 白球 黄云能不能上来 好的 可以 刚好应该是可以去推黄云 然后叫6号球 左下方的抵带 稳稳打进 稳稳打进 交到6号球 6 5 2 6 5 2 这样一个次序 稍微有点大 不过 也可以调整 没关系 5号球 右边中带 然后白球 自然的吃底库 再上去 力量 看一下力量 相当好 不错不错 挺好 角度也是非常舒服 刚好可以自然的去叫8号球的抵带 打进 吃一库 8号球抵带 8号球抵带 应该问题不大了 你看同样 王云这边也是吗 左手拳手 敲粉有点个 打进 好的 23局 11比12 王云啊 11比12 落后一局 那么啊 时间还够用 现在又轮到王云的冲球局 是的 看一下他能不能把握这一杆的冲球机会 去把这一分扳回来之后 那么双方有可能就会进入到双赛点 一个平局的状况 其实以台球皇帝亨特利 这个他的技术水平来说 球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看一下冲球 嗯 冲球效果 嗯 这杆冲球啊 给对方留下了一个机会 不过呢 在处理上啊 如果说选择花枣球的话 波茨需要 和2号那个位置 先处理掉 因为他会影响到最后 打黑巴的时候 一个进攻的线路 波茨也在尝考啊 再看一下他 选择第一个机打之后啊 一个线路和干法 打哪一颗球 然后线路和干法 怎么样去打 延时 时间还有十分钟啊 选择了打六号球啊 那就是选择单色球 把带啊 把库边的那颗五号球啊 可以到了 右上方二号球附近 好 好 波茨是问了一下 择帕有没有 二号球贴裤 有没有贴裤 做了一根防守 这根防守质量 做的是比较高的 看一下 王云要如何去解啊 是解中带附近的十四号 还是解下方的十号和十三号 他应该没有包带 也就是说他只是想解到中带的两颗球 解到了 现在留的这个位置 如果波茨开始进攻的话 他可以选择打二号去 吃库 撞击啊 吃库之后再去勾一下 边库上的这个五号球 同时如果五号球 撞的位置 比较好的话 可以借力的把 花色球的那颗球也带开 这样的话 他在进攻上啊 继续再防一个 就是要要自由球 对就是要要自由 这个意图很明显了 这个完全就是说 因为首先十二比十一 他领先到赛点 然后对方现在呢 球势也不错 他自己进攻上还有难度 那么他选择的就是 我要一杆自由球 一杆扎杆解球 然后白球 到了屏幕的下半台 波茨现在 七号球中带 三号球中带 底带都有打 这样的两颗球去选择 看看波茨怎么样选择 是进攻 还是继续防守 还是说打三号球中带 白球从十一号 跟十四号的中间 去过去K一下 八九五的那些球 进攻 可以球 效果怎么样 好的 位置 效果还是不错的 左手选手 这个位置 应该 不会用架杆了 看看 这个位置用架杆 反而够不着 对 很别扭 因为刚好 这个位置很尴尬 其实 但是左手的选手 在这个位置就很舒服了 他侧身趴上去 对 打二叫边裤的 那个球 拉回来 有些贴裤 白球贴到了 对方的九号球身上 这个 波瓷力度上控制 和角度上 哎呀 没有拿捏好 这样的话 王云现在 有了一杆 九号球 可以进攻的机会 不知道 右下方 底弹 还是有没有 但是 从我这个位置 是看得不太清楚 哦 这个 不是 这个位置 其实有点尴尬 因为 如果单纯从进球来说 可能有进球 然后 中带呢 是肯定有进球 不用说的 看一下他怎么选择 九号球中带 九号球中带 准度 厚了 不过他有后手 留着 用八号球 挡住了带口的球 然后下方的话 也有自己同组的 颜色球 挡住了他 波茨进攻的一颗球 等于说波茨目前 四号 会不会有下呢 四号应该是没有下的 个人感觉啊 这个角度来说 波茨看了一下 波茨在看啊 会不会这个安球 四号球底带 波茨抱了四号球底带 还是有点犹豫啊 这个球 位置可能是 有一点点的 小的障碍 再次起来了啊 看一下啊 这个四号球底带 果然是有点打 可能是只挡了一点点啊 而且波茨这一杆 其实 它不应该发这么大的力 如果说在带口容错的这种 就是情况下 嗯 力度稍微小一点的话 也许会反射近带了 但是它力量这么大的话 基本上不打得很准 是进不去的 到了关键时刻 看一下王云 十四中带 白球啊 两枯自然起来 较到十号球啊 这下面还有一颗花色球 这两个球处理掉啊 把白球再走到球台的中央 就可以顺利的完成 这一杆的青奶 十号打进 看一下角度 最好 就这角度还可以 最好能再大一点的话 就更好 啊 灯杆啊 一库起 交到了九号中带 十五底带 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五分钟 还有五分钟啊 合上 这也是直裁的一个就是 规则 或者习惯 是的 是相当于是裁判的 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要提示到五分钟的时候 此外一分钟的时候 还有十秒 还有倒数五秒 都有 都要提示 打进 十五号底带 十一号右侧中带 可以把右上方底带 清点 小地干 好的 没问题 打进了 然后 十一中带 八号球 右上方底带 应该问题不大 双方出现了 双赛点啊 八号球底带 三分 中 好的 如果要是双方站平的话 是各击一分 但是现在留下了一个 三分四十秒左右的时间啊 对 清台是完全够的 这个对波子稍稍稍的 有利一点 对 现在对于冲球房是很有利的 暂停 王云有在问场上裁判 是不是要暂停 是不是要这样 还是休息一会再回来 新的一年 从集开始 大集大力 平安大集 集庆有余 过年带上王老集 总有吉祥好一头 过吉祥年 和王老集 苏吉吉祥冠 新春就有吉 终于是 到了决胜局了 三分多钟的时间 应该说局面好的话 清台是完全有希望 按照惯例 决胜局握手 波茨开球 决胜局啊 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波茨这根 从球效果怎么样 发力了 明显发力了 有球下 白球 哎呀 白球这边 好危险 三号创了一下 其实 我也挺紧张 因为 作为中国球迷来的时候 我很希望王云可以赢 这边 看一下 波茨 进攻上的一个情况 七号抵袋打进 然后顺势 叫到了四号球的抵袋 目前 从单色球的分布情况 来看的话 位置是比较好的 如果说难度的话 问题不大 应该说 对于清台来说 也就是一个六号球 再去叫位的话 稍微有点难度 并不是说六号球 打进有难度 而是说六号球 在打进之后 才去往上叫位 看一下怎么去叫 四号球 打进 二号球 中带叫道 然后看一下 用二号球 会不会直接 去叫六呢 我也是感觉 他会这么叫 然后用六 叫一 对吧 一完了之后 再打剩下 这三号五之后 三号跟五号 就很好打了 白球位置会不会 力量 力量怎么样 还行 挺合适 时间还有一分 四十七秒 对于汪人来说 时间在一分 一分的流逝 而波磁呢 目前场上进攻的局面 也很 很好 但是这一干 还是要小心 因为五号 左边中带 好像是不够 所以一旦 要是一号 角度不好 就不好说了 十秒 延时 看一下 打完六号之后 白球的一个位置 低竿拉一点 K一下十号 叫到一号球 右侧中带 打完一叫三 三号球 左边中带 五号球 右边中带 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一分钟 可以叫上方的底带 打进 五号球 左侧中带 五号球中带 看一下 是不是有下 也有 如果有下的话 打进 自然交位 多半个带口 可以的 三号 底带 八号球 底带 八号球 右上方 底带 晃云在 十分之后 自己拿下十局之后 有两个比较 严重的失误 波茨在打进 K8之后 也是振辟 稍微自己 鼓的鼓气 好的 恭喜波茨 拿下来决胜局 晃云也不用担心 小子循环 好的 观众朋友们咱们休息一会儿晚上七点半再见 好的